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第8天的12 days of Christmas 今天就处理昨天我们在花区买的植物 首先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收求花 这棵就不是我第一棵买的收求花 我之前也有买过 所以我已经有剪了它 然后剪了花 然后剩下盆栽 希望它之后继续开花 我今天就想将它三棵东西放在一个大花盆里面 然后放到室外种 本来我以为这个泥是一直在种菜 要买一些菜苗 但是这个不够晒 但原来不晒就非常适合种花 所以唯有就试一下 这个不是杂草 是柠檬 移植了它之后 就种一些花 哇 多少斤 我这些树的工具 基本上全部都是日本城买的 不说不知 原来日本城 真的有日本东西买的 例如这支刀 这个东西 我看到十几元 竟然是日本 这个盗 也是日本 这样搞定 淋水就可以了 因为冬天它是很内寒的 应该说它很需要冬的天气 希望今年够冬 明年它就会继续开花 搞定了 那就放出去了 嘻嘻嘻 冷是有个花槽 这个是浪衫位 但是呢 这里放一张在这间 楼上滴水的时候 上到底会片片 packing 把这个我觉得很不 Él 最后什么都听不到 所以非常之好 非常之推荐大家 反正來到窗边 我看一下其他植物 这一些 本来是 本来是无芯 原本是一种 它的刀 但是我展一下 会说了 翻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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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ch 并风景 變了很多棵 另外這些是別人送的 入伙禮物 這個也是 哇 看多大棵虎美蘭 這些是花去買的 花去真的很危險 一去到什麼都想買 這裡快變成森林了 看完植物 看看我昨天買的樹枝沒有了 我就剪了它 就放在小瓶 希望可以繼續香 真的很香 很開心 有聖誕的味道 這個就是剛才剪下來的手球 挺漂亮 這樣插很久 所以划算買剪花 因為一枝剪花 雖然人家很大 有七十多元一枝 這枝剪花 也是六十多元 已經有兩三枝花 再加上它有可能 明年繼續有花 所以是非常值得買的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明天天天 我們終於就會 製造聖誕樹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